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华美剧场 我是你的宝藏姐姐 珊珊姐 今天给大家带来新的内容 时光飞逝又是一年4月1号 哥哥张国荣离我们而去已经18个年头了 我们为什么到了今天还在怀念哥哥 他的英容笑貌到今天还留在我们的心中 不管是他的歌声还是他的演技 又或者是他的人品 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 应该说的就是像哥哥这样的人 在哥哥的眼睛里边 他没有明星和普通人之分 他亲近所有 亲近他只要能帮忙的一切 他都会去帮助他身边所有的人 想当年陈玉逊刚出道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艺人而已 当时哥哥就为了提携他去帮助 还要劝他少抽烟 甚至不抽烟 保护嗓子 所以后来陈玉逊才戒掉了他的这个烟 然后成了现在的歌坛巨星 不仅是对陈玉逊如此 这里不得不提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艺人 就是我们的谷校长 他到今天为止捐了130多所希望小学了 是什么让他做到如此清尽全力的 这就不得不提他的领路人张国荣 正因为他把张国荣的这份无师大爱给延续下去了 想当年古天乐在年轻的时候犯过不少错误 还混过古惑仔 当时娱乐圈曝光出来的时候 想着古天乐估计也就凉凉了 可是当时只有张国荣站出来挺了古天乐 说我们要给他改正错误的一个机会 因为现在古天乐已经长大了 已经成熟了 不会再犯以前的错误了 所以后来古天乐因为一部电视剧神雕侠女 大家都知道而爆红 所以在古天乐受到了张国荣如此的言传深教之后 在后来到今天为止 古天乐把他所有赚来的钱 在我们中国大陆捐献了一所又一所 以古天乐命名的希望小学 而且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着这些公益的事情 所以张国荣所种下的所有的善意 到今天都开成了温暖的花 除了这些艺人之外 我听说当时张国荣演唱会 在红堪体育馆的一个保安 张国荣也劝他要自己出来创业 后来呢 这个保安就自己出来成立了一个安保公司 然后张国荣又给他介绍自己的明星朋友 让他成为了香港有名的明星安保公司 所以在后来张国荣死的那一天 这个保安追着张国荣的名车一顿的奔跑 现在看的那一幕都会灿燃泪下 所以每一次每一年遇到这个张国荣歌迷聚会 这个保安都会派出自己公司那边的这些安保人员 替这些粉丝们保驾护航 谁说受人滴水之恩 不以泳泉相报呢 人在张国荣离世之后 这个保安还能这么做 真的是让人感慨 让人感叹 当年哥哥张国荣真的是 人格魅力如此鲜明的这么一个人 你说谁能不爱哥哥张国荣呢 包括跟他合作过的很多的艺人 你看像张国荣之前 跟林静合作了一部电视剧新上海滩 然后林静就夸哥哥说 哥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艺人 没有人不喜欢他 也没有人不爱他 这是多好的评价 你放眼 现在社会 哪个明星不是有包有匾的 所以哥哥在每一个艺人 每一个跟他合作过的人的心目当中 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 所以后来张国荣自己想要导演 当导演到这个偷心的这部剧的时候 想定了林静为女主角 可是很遗憾 这部剧到今天没有面世 就成了所有人的这个遗憾 那么多年过去了 每当我去到KTV 去到大街小巷 想起了哥哥张国荣的声音 和他的歌曲 我就觉得哥哥从未离开过我们 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所以哥哥的那首歌唱得非常好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好的扒完了我们的实力派哥哥 张国荣之后 我们来扒一扒现在资源咖 我们背景强大的实力派姐姐景田 最近一部电视剧 尸腾大火 让人大跌眼镜 话说景田出演 避暑烂片 所以当初对这部剧 我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可是这两天突然一下子就火了 弄得我也赶紧把这部剧翻出来 看一看 那可真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回顾咱们景田的历史啊 那简直是咱们娱乐圈的一个传奇人物啊 范爷都没有景田牛逼啊 想当年景田从一个电影学员毕业以后 他就能让无数的大牌明星给他配戏 让所有的媒体都在感叹 这个艺人到底是谁 有什么样的背景 可惜到今天也没有挖出来啊 当时在04年的时候 景田签约了一家经纪公司 叫星光灿烂 这家公司正儿八经的艺人 就只有景田一个 所有公司出品的任何的电视电影 都是跟景田相关 都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试问中国娱乐圈 从范爷到赵薇到周迅等等 一众人谁有景田这个待遇 所以搞的娱乐圈都蒙圈了 景田到底是谁啊 简直是横空出世啊 什么赵薇了 孙宏雷了 惊喜赛了等等都给他配过戏 就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艺人 刚从电影学院出炉的这么一个艺人 就能让所有的大牌明星 甚至还把好莱坞的明星 请来给景田配戏 虽然说景田因为这些背景 被频频的出现在了这个热收和头版头条之上 但是景田就一直不温不火 就这么吵都把他吵不火 可是奇了怪了 现在一部剧 一部电视剧 诗藤横空出世 突然让景田大火 景田好不容易靠着诗藤这部剧 终于出圈 大火了一把 所谓的小火靠捧 大火靠命 景田好不容易轮到自己 命中注定的大火了一把 谁能想到当年啊 靠着自己背景咖资源咖 然后呢 无数争议不断的景田 如今能靠着自己的角色 诗藤里边的演技 而口碑逆袭呢 期待景田今后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 好的 今天的娱乐八卦呢 就跟大家八卦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明天再见